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家里 前面是有庙 有宫 有室 有道场 那神佛是不伤人 但是我们有的家里就感觉是很不平安 小孩子比较多事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可以用 小红纸 小小的 或是固定的压克力 红的压克力 上面刻上字 刻上这个字 我家门前大庙堂 天兵天将来朝降 抓就好了 然后贴在 我们家门 农边 和人一样高一点的就可以了 每天晚上 你可以点一株香 向着对面的拜拜 拜拜 你在念这个 我家门前大庙堂 天兵天兵天将来朝降 然后呢 你们就把香 插在 用那个香管小小的 像文神那个管制 你插在那边 你会平安 神也不会伤你 天兵天将 会过你当好朋友 又会做你的护法 我们好多信徒 有这个现象 当他得到开示之后 他就照做了 天安 家里生意更好 事业更好 这些是风水学 这风水学不是只有说 立方向什么向 这个神道的关怀 宗教神道的关怀 我们也要懂 不然呢 我们光爱好 我要讲风水怎么样 事实上 风水是包天 包地 包神 包佛 包鬼 包众伤 无首不包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道理 我希望若是家中门前 有宫庙 所以有 天主教 十字架的 在我们前面 你门上面 按个镜子 选在初一初五的中午 门上 按个原镜子 中间点一点红红就好了 也不要用三海镇 三海镇没有用 用镜子 它是吸收阳光 把前面的煞气 前面的乌籍煞气 全部 坏无形 也不伤别人 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难道我们可以帮助大众吗 我们家里平安 你就可以帮助大众吗 这个局势我们 消灾化绝 的大道理 违宴我们 各位朋友们 各位前世同学们 用在生活上 阿吉士功德 祝福各位